今天是断食的第30天了 因为今天是11月6号了 那30天的话这个 对啊,你看已经这么长了 已经超过了我过往两年的断食的时长 但目前来说的话 其实是断食时间越长呢 就是你的感受也就越没有那么强的感受 况且我这周二开始还在做菜了 当然不是给自己吃 是给别人吃 这件事竟然还能够坚持下来 也是挺有意思的 当然我做菜的话 我是吃是不吃 但是我会尝一下我做的酱料 就这还好 像我在昨天的视频里 我也给大家展示我是怎么做菜的 就还是用一个炒菜机器做 然后是没有油烟炒了 今天做的是大肠 据说还挺好吃的 那个大肠味道我也没有尝 因为它收了汁 我就觉得就没必要长了嘛 那今天早上称体重呢 是45.5 比昨天是轻了0.6斤 那明天再看了